2008年 林依晨刚还清债务 就被查出了脑瘤 于是他瞒着家人做了手术 直到出院后 家里人才知道这件事 林依晨在小的时候 父母就离婚了 他和弟弟是由母亲带大的 因为母亲的收入也很有限 于是就开始了一卡养卡的办法 就这样 家里渐渐欠下了300万 董事的林依晨也非常心疼母亲 所以他上学的时候 就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来帮母亲减轻负担 18岁那年 林依晨参加了选美比赛 并拿下了冠军 获得了3万的奖金 林依晨也借此 进入了娱乐圈 2004年 林依晨与贺君祥合作了 爱情合约 让他渐渐有了鲜明气 之后 他跟郑元昌的恶作剧之吻 更是直接将他的事业推向高潮 郑元昌当众表示 自己对林依晨有好感 并且自己的父亲 也很喜欢林依晨 但林依晨却并不回应 而是由开始了工作 这次 他将工作重心放到了内地 展开了与胡歌的合作 胡歌非常欣赏这个女演员 并当中感谢过他 他对我说过两句话 第一句话 他说演戏是一个探索人性的过程 第二句话 他跟我说 他是用生命在演戏 林依晨勤勤勤工作到26岁 才终于还清了家里的欠款 但是天不遂人愿 就在这时 他被查出了脑瘤 于是他瞒着所有人 独自进入了手术室 病后之后 没有了负担的林依晨 终于开始了恋情 但是男友却接受不了 他的亲热性 于是两人分手了 之后 林依晨去国外休养的时候 认识了富商林依超 32岁时 林依晨与男友结了婚 婚后 林依晨放完了事业的发展 并开始了被孕 直到39岁那年 林依晨才终于生下了女孩